请收看 维新世界 青年一点通 雷山笑过 雷泽贵美 离东八卦 离为佛 火香与火风 冰火水为几山 水梦 风水还 天水雄 天火同人 真宗八卦 真为雷 雷滴雨 雷水险 雷风恩 地风声 水风静 这风打过这雷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 我是节目主持人袁芳 维新圣教三宝 一经风水宗教 师父要我们好好的学习 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进而能够帮助他人 这是在教导我们能够自立 在人生的这个选择岔路的时候 能够自己选择正确的道路 在今天的录影 我们来到了卢州道场 来这边采访 教年轻的同修学员们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正道安利 以及在维新圣教的一个生活 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卢州道场的维新 维新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卢州道场 正确八二世界的学员蔡维新 是 我们的维新师姐呢 刚刚好说哇 师姐你的名字好好记哦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那个字大家常常会不知道怎么念 所以我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有说 你喝酒可是还没醉的时候 就只有茫茫的就是维新 就可以记住我了 因为这字真的比较特别 我刚拿到他的资料说 这个字我不会念 原来是记得维新 维新师姐就好了 师姐现在目前在我们的家里帮忙 那也会很好奇 最当初是怎样的一个缘分 来到维新圣教跟师傅结缘 因为我认识一个大学的学姐 她曾经在易经风水学院工作 她知道我那时候还在找工作的时候 就跟我介绍说 我们那个维新圣教 好多道场在找员工找助众 问我要不要去工作 然后就给我了几个道场的电话 要我自己去找道场联络 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缘分 来到中门来帮忙 我就这样一通电话音源 来到道场 来接触了维新圣教 在大概是八年前左右的一个时间 刚好是 也是我们很多分寺道场成立 正需要很多我们神职人员 同修一起来护持 一起来供逐我们道场的一些法务的部分 所以我认识你那时候 就到了哪一个道场来做服务 我第一个结缘道场是在桃园的巴德道场 当时的法师是原品法师 是 然后我因为工作进入宗门 对 然后还不懂什么 易经风水的什么东西的时候 所以我最先接触的是 维新圣教的法医 对你来讲一切都是很新鲜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在道场学修了相关的法医 大约会有哪些可以来跟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在神职人员的部分 大家有时候会不了解 可能就是在伺务的一个整理环境而已 其实不然很多法务都要完成 然后其实最先接触的时候是在做早晚课 那时候其实还不太会读经 法师叫我先念 用念经的方式开始学 慢慢的法师其实后来有在教饭辈 是 就跟着一起学 对 所以之后的早晚课 几乎都是我自己做 对 然后因为当时巴德道场 还有在做五共 是 对 所以我师姐会来做菜 对 然后我们负责复制 撒扫 对 所以做五共的时候我也会上场 对 所以在一天的 在道场里面的维护上早共 五共晚共之外呢 还有在饭辈的学习 也是在工作项目需要学习的 对 那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 那除此之外在道场的部分 还会有哪些法务呢 道场法务 因为当时巴德道场还有供 信众点油灯 对 所以早上除了打扫以外 每一盏油灯 大概一百多盏油灯 我们都要重新去帮忙加点 对 整理 顾道场 是 对 那也每一盏油灯 光明灯 也是我们每一位师兄师姐 的一个期望 祈愿在那里 所以每天也会做一个维护 对 是 那也会很好奇说 从原本你是在家里 就有宗教信仰吗 家里宗教信仰 其实就只有 点 神明 供奉神明跟祖先牌位 在家里的部分 那接轨到维新圣教里面 有这么多完整的法仪 宗教的仪式内容 对你而言有没有带来生活上 不一样的心境转变 是有 因为家里以前 就是大家只说 点香拜佛 也不懂它是什么道理 对 然后其实接触了维新圣教 然后也做了早晚课 知道他的一些仪轨的时候 更能够了解 对 有时候我们年轻的孩子 都会把香拿起来 就是跟着 跟着拜 爸妈拜 你看爸妈讲什么 那我们就附送 一起附送什么而已 或者是心里就根本没有在想 就爸爸妈妈拜就好了 对 所以到了现在 融入在生活上 很多宗教的仪轨 你有更深刻的认识 对 那除此之外 还有在一经风水上 也是师父一直鼓励我们 一定要来接法 那在这部分是怎样的缘分 开始上课 就是前面就说了嘛 就是我是因为工作 对 来那个巴德道场上课 对 然后原品法是等到我 我工作半年后 也在开始招生 初级班招生的时候 我就延续的就跟着上课 对 有这样的一个福利 对 一起来接法 在维新圣教的神职人员们呢 其实师父也都鼓励大家 每一位都要学习 我们的一经风水宗教 连我们自己电视台的同仁 每一位同修 都是从初级班一起上来的 那在这段时间 你这样的学习 对你的生活 有没有带来怎样的一个 影响啊 改变对你的帮助 其实 蛮大的 因为 因为我生 那个精神 脑神经的一些问题 是 然后医生有交代 我的情绪不能太大起伏 对 可是那时候 年轻气盛 二十来岁的时候 医生交代 怎么可能 听话 听话 对 一样啊 爱玩就玩 爱哭就哭 大哭特哭 对 然后是 就出事了 颠险发作 对 而且不止一次 之后学乖了 对 就算情绪有起伏的话 尽量就把他压抑下来了 直到认识老祖进入中门的时候 因为 八德道场刚好要做一个 迁移的动作 要搬到新道场 所以 学习 所以有一个出 出火与入火的科医在举办 对 就有幸刚好遇到 对 然后 那时候才工作三个月 跟老祖认识其实也没有很深 对 然后 师兄把老祖进身请下来当下 我默默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自哭了 眼泪流不住 对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在道场工作 我是直接住在道场里 对 所以我24小时都跟老祖在一起 所以跟老祖飞 也知道是非常紧密的 也硬心了当下 所以那次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非常深刻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的画面吗 记得 因为师兄把老祖进身请下来 我就是站在师兄旁边 手上拿着太极金 要护持着老祖的 就是举的时候同时 眼泪自己流下来 对 就当下的感受 感受感受 其实很深刻 就觉得老祖在旁边的安慰你 对 好像是拍着你的肩膀跟你说 没关系 情绪全部释放出来 对 那也会很多师兄师姐也都会有跟老祖印心的一个相应的过程 然后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感受都会都有所不一样 那在宗教的法仪上面除此之外还有在易经风水的学修 那我们的围巡师姐 你在你的生活正道案例上有哪些运用在上面 有 因为在学习易经风水前 就是家里没有在信宗教 虽然有在点香 可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宗教信仰 对 爸妈也是就是跟着长辈点香拜拜 长辈怎么说就传承怎么做 传下来怎么做 对 所以有一次我们全家出游北上的时候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出车祸没有人知道 连司机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 就往前撞了 对 然后 其实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回到家之后翻开农民历 就大家习惯嘛 看农民历翻一翻 今天 冲农煞北 爸爸属农的 冲到司机 爸爸开车这样子 爸爸开车 对 冲到 刚好冲 冲到司机 然后 回去之后 大家以后 多少会看一下说 外面的沙方在哪里 对 直到我后来学习易经风水之后 我现在出门 除了看沙方 还会粘挂 到底今天适不适合出门 对 那屈吉弊凶师傅也说 我们凡事用意 无论多少或者是多大的事情 也来当作我们练习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 在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正道故事 比如说在风水上面 房间的风水布置上也深深影响到你 对 因为以前旧式的房子 是都用的是窗型冷气 对 对 然后刚好我房间的冷气是装在火边 我这样哄哄叫 对 很吵 对 然后因为我身体本身就 不是很好 对 所以常常跑医院 或是偶尔就感冒就跑诊所 对 那直到近几年 的开始安装的那个所谓的 分离式冷气的时候 他改在龙边了 爸爸在装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很怕他又给我装到在火边 对 还好这一次是装在龙边 没有提早跟爸爸讲 对 没有提早跟他说 结果 安装了几年后 比较稳定一点 我现在 几乎很少跑医院 除了我要看的固定的门诊以外 我连小诊所几乎都没去过 连这次疫情 家里都中标 只有我没中 对 全部都最担心就是我 身体虚弱会容易 容易中标 对 只有我没有中 那在冥冥之中 渐渐的身体 也都变得比较好了 对不对 对 在环境如法的状态下 整个气场气流 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在风水之外 还有在家人的相处上面 维勋呢 也有很有趣的部分 要跟大家分享 对 因为 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容易跟爸爸 起冲突 对 然后心里常常犯低估说 爸 我稍微跟你犯冲嘛 对不对 为什么都要针对你 对啊 都是针对我 明明家里上面还有个姐姐 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为什么只会跟我吵 对 爸爸会不会想说 你为什么都要针对他 对 然后 然后学了玉京之后 知道自己的命挂 所以我也知道爸爸的命挂 所以 一时心血的头看了一下 啊 我们两个真的子武冲 我们两个是真的犯冲 对 子武冲 然后学玉京之后 慢慢的就 不知道怎么闪他了 就是 如果不能闪的话 我先把妈妈推出来 让妈妈来化解 对 因为妈妈 妈妈命挂鼠目 嗯 对 爸爸先去生他 然后 他没空来搞我 妈妈再来生我 虽然是 子武冲冲 虽然比克严重的话 但是至少 化解 缓和我跟爸爸之间的 争吵的部分 这样就是一个良善的循环 对 家庭就会和谐了 这个方法呢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 然后或者是 在家庭上面 如果或者是亲友上 在人际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 我们不妨可以来互相了解 知笔知 知笔知笔知 什么 来讲一下 知己知笔 百战百战 那你会很好奇想问说 其实在我们的 液晶粘瓜上面 也是师傅跟我们说 凡事用意 那在用意上面 可以很大的范围 也可以很小的范围 在小的范围 你运用在哪边 因为我出门 通常都是搭公车比较多 嗯 虽然现在大家很多人 那个悠悠卡 都是直接架在那个 绑在手机上面 对 可是我还是不习惯 因为我不方便使用信用卡 对 所以我都是闪牙在手上 所以一次下公车之后 其实我离家 家里离公车站 其实只要三分钟 对 到家的时候 奇怪 我的卡怎么又不见了 常常失踪又不见了 对 然后这一次就先沾挂 嗯 沾了挂 我的七才要在 七才在外挂 我的七才在外挂 对 又无气 直到师父说的 东西找不回来了 对 当下立马赶快打电话 打电话那个挂师 对 不然以往我是 反正那么近 我都会回头再去找 对 可是这一次找不到了 对 这次还是找 我这次就是没有回去找了 因为以往回去找 也还是找不到 所以你常常丢东西吗 对 常常丢东西 所以运用这样的一个 一斤用意方式呢 无论在找东西上面 都非常灵验 对 就是不会说再多浪费时间去找 所以当下您的决定是 就是挂师 直接 直接扮挂师 对 不回去找了 就是其实节省蛮多 时间的 对 如果你在紧急或是你急着要出门 或是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对 一切才不会这么的慌乱 对 在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就是 忘记我的护照放在哪里 整个家里都找不到 也是用意的方式 原来是在小朋友的书下面 就是真的会让我们紧张死了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也想要问说 其实在法工服务上 因为无论是在道场里面原本的升职人员 以及现在我们进入到正期班上面的法工服务上 也都有相当多的经验 在这部分你有经历到哪些服务上 因为之前在巴德道场工作的时候 比较没有机会到仙博寺或是来做法工 对 直到我与卢州道场结缘后 才有机会 所以第一年的物序年的时候 第一次做法工 然后在在来卢州道场前因为有机会见到师傅 对 师傅有特别告诉我说 你身上有义副领 对 一定要找时间去帮这个义副领做超度 对 我先把事情放在心上 对 然后就是因为这机缘到卢州道场来上课 对 然后又有机缘来到去做法工 所以当下做法工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去设联位什么的 对 还是不是很清楚 对 所以想说 那我今年来参观看看 明年再来 帮他办 晚上差不多卢州道场要离开了 我全身不对劲 两眼上吊 对 全身抽搐两眼上吊 法师 同修赶快通知法师 法师先帮我做简单的持咒之后 立马帮我设联位 才化解当下的状况 对 先帮你安顿下 对 那这时候有回想起师傅对你的开始 对 其实都是跟佛菩萨有缘 既然来到法会的现场 你是带着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护法神冤亲在主 来到法会了 对 那你当下的想法 当下的想法就是想说 对 师傅 师傅真的要说就是要马上 立马赶快 对 所以有时候听到师傅讲的话的时候 其实你不要有任何迟疑 对 然后所以之后 我几乎年年都会来法会做法工 对 阿弥陀法会 水路法会 或是道场周年请法会 我几乎都会来参加 因为可以 就是真正可以感受到 维新圣教做的这些法仪 对 是多么殊胜的 是 在法会当中 师傅也都来开示说 带着我们的祖先们护法神 一起来累积我们的功德 以及我们在法工 结束的那一天 都 师傅都会准备一张文书 让我们来做回向 那时候会觉得 哇 我一整天的劳累呢 都觉得不算什么了 都不累了 然后感觉非常有意义这样 那有时候师傅呢 常常会来告 开示我们 他都会轻轻的说 但是我们一定要重重的听 对 那当时 周一勋在巴德道场来一起注重 神职人员帮忙 无论在宗家法仪上 还有饭备上面 都有第一时间能够学习到 对 因为在某一年的 某一年的时候 台中的三宝寺 在准备到各道场宣传 大家就是教导诵经 然后有那一年 刚好在巴德道场 进来巴德道场在教学 外面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不认识的信众 都前面都前来道场前观看 观看 然后还有信众就也哭了 但是我真第一次真的觉得说 这个宋经法仪的整个的书生的感觉 是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跟着在学 半辈 对 所以更能够感觉到 中门 宋经师 或是宋经法师 师父教导出来这些 中门法仪的 一个书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是 那也会很想要请我们的微薰 微薰师姐 其实在各分寺道场 很多同修来接法 也有很多新的观众朋友 还没有机会 一起来到道场接法 请微薰师姐来邀请大家来接法 其实微薰圣教是一个 以易经风水 妙法来叫我们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 然后教导我们尊师众道 知恩感恩还有报恩 所以我们很欢迎 电视机前的闲事同修 一同加入微薰圣教 卢州道场 谢谢 谢谢 那除此之外 也会想要在节目上面呢 来让我们的受访者来感谢他 觉得在这一段时间 无论是从小到大 或是整个修行路上 想要感恩的人 师父也都一直来跟我们指导说 我们做人要感恩 对 其实我进入道场 其实第一个牵线的音缘是 那位师姐 学姐 学姐 我很感谢她 对 然后再来就是 进入了道场的时候 第一个教导我的原品法师 是 法师很像自己的妈妈 都会很来照顾自己这样子 再来就是进入 转入了卢州道场的时候 也很感谢这里的法讲师的照顾 然后其实我最最最感谢 其实还是老祖 对 因为从开进入维新生教以来 我就是跟老祖住在一起 心根本就是连在一起 所以我更能够感受到老祖的慈悲 还有一些关爱 对 所以常常有时候来道场的时候 跟老祖说说话 我眼泪就会哭 就跟老祖应心到 那也会觉得说有什么烦恼 就会来道场来跟老祖说 通常都会什么时候来到 道场来跟老祖来应心呢 不一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道场在做 神明祝寿法会的时候 我有时间就会过来 一起送经 对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上课 我早一点到的时候 提早跟老祖这边说说话 对 那也欢迎我们的同修们呢 有空的时间可以到各分寺道场 来参加礼拜老祖师尊 把自己的所期所愿 所烦恼或者是开心的事情 也可以来跟老祖师尊来做一个禀告 对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的微轩 谢谢 也谢谢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收看 我们青年一点通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